每天,耳邊的聲響不斷 有一些來自都市的生活節奏 有一些源於獨特的碎時哲領 聲音刻畫生活,連結回憶,悶醒身份 演奏出不同的城市獨有的文化哲拍 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就潛藏在日常生活和用品當中 而在特別的日子裡,一連串的非為項目 就控托出熱鬧的節慶活動 創造非常體驗,用來凝聚社區 今次的展覽就分為日常和非常兩個展區 展出了13個精心挑選的非為項目 日常展區介紹的非為項目就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或者是更在此赤,但不以為意 非常展區就介紹在特定的時節或場合舉辦的活動 和其相關的表演和技藝一些非為項目 不僅反映到地方的生活方式 亦展現出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文化抵運 令我們了解到故中吻含的情懷 非為就源於生活 不少非為項目都來自生活中熟悉的一事一物 連繫我們衣食住行的各個範疇 在茶流品上一中兩件 細味一濃一濃的精美點心 翻開通靜,茶漢每天的遺忌,吹吉避空 在家中放置神像鏡,供奉祖先 以至關帝觀音 透過白鐵製造的信箱 就可以收到親友的來信 聽到走廊裡面傳來麻雀牌的碰撞聲 在下雨的時候,單傘不疾不隨地走在街道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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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上種種種的日常事物和它相關的活動和製作技藝 沉澱成為了香港獨特的文化,構成了生活中的飛圍景象 不少飛圍項目呈現於專屬的時節和場合 當中就涉及豐富的禮族、儀式、表演和技藝等等 在節彈或太平清照等等的活動 樹立大型的花牌,以隆重其事 在特定的節日就會聽到百音器樂的演奏 和欣賞手托木偶劇的演出 在元宵和中秋彩燈會、猜燈迷 用來增添氣氛 擺放糖塔等等的製品 這些飛圍項目都不常見 在特定的時刻和場所幫我們帶來非凡的體會 明明 pied 成為附近 Monsieur星